每年很多人都會說五窮六絕七翻身 今天我Kenny和Ravo會跟大家拆架 Sell in May這件事 歡迎大家來到匯豐投資回合室 Kenny 最近很多觀眾都問我們 Sell in May今年是否很大機會發生呢 就算會也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到了第二季尾 這期困擾市好像來通脹憂慮 債息上升那些 到時都會消化 到時就會雨過天青 其實用過去十年的數字 傳統上五月跌市的機率高達八成 不過這樣說 我們年初強調三大主題 低息提升估值 疫苗有助復甦 大水儘管通通都沒有變 再者近期公佈的經濟數據 大部分都很英俊 經濟向好 本應應該有樂觀情緒可以繼續 利好股市的正面因素依然很紮實 但第一季突然殺出四個字 通脹憂慮 由原先怨無通脹 現在擔心通脹升溫 令債息上升 對股市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對 這樣也很麻煩 無疑 有些股票超賣跌了很多 可能短期有些技術反彈 始終因為去年超低基數問題 因為接下來的經濟數據就會很強 通脹數字就會走上去 這件事都會短期困擾市 其實說回今年 人們問會否sell in May 其實有機會都很大 因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 剛才提及過 因為基數的問題 通脹數字 在4月5月都有機會走上去 另外第二個原因 是因為sell in May的效應 其實原來有科學根據 因為一般基金經理 他們會在4月的時候 看第一季的業績 接著會看第二季的前景 這樣就會在5月的時候 調整他們的倉位 所以5月的市場 很多時候都是特別弱的 就像今年這樣 你說新經濟股升了那麼多 如果新經濟股的股值又高 業績不似預期 那些經理行排著 是會先吃護膚 Kennie 最近的市場都比較波動 投資上應該怎樣部署 首先要解釋一下 我們說過市過市 我們要拆開來看 我們先給匯豐金融客戶 專用新出的手機 給圖來看看 你看圖 其實恆子也升了一千多點 美股更厲害 那些道指 標譜每天創新高 還升了年初匯豐的目標價 所以傳統股 即是舊經濟股 其實很帥氣 那些新經濟股最近 是調整比較深 所以你不要亂屈指市 指市不好 其實主要是新經濟股 最近這兩個月 是做得一般 Kennie 你說得對 恆森科技指數 其實在不經不覺 高位回落已經到了三成 但其實我們要留意到 資金依然在流入股市 有圖有真相 我們看看 資金依然在流入 美股和中港股市 步伐雖然最近 是慢了少許 但我們看到淨流入的趨勢 依然在 所以機構投資者 今年對股市 依然是為之一個正面的看法 我們匯豐也建議 增持環球股票 尤其是美國 英國 和亞洲股票 既然我都說過 這個短期來說 債息和通脹的憂慮 都影響新經濟股 短期的表現 這個五窮月 是有機會發生的 不過回頭 你聽說這個七番新 原來這個七番新 發生的機會 竟然有七成 其實我們下半年 都是看好市場的 如果想知道 我們接下來的投資部署是怎樣 記得留意我們匯豐的 Facebook專頁 和YouTube頻道 我們下回分解